华夏文明转创 人类觉醒新世纪新世代 新人类新的文明 降临佛摩沙台湾之光 我们了解到呢 人类的生命本清净 本来无一物 此物代表大爱 无言大尺同体大悲 所以我们了解到呢 一切的万法都是待人处事 内心首要的 一定先学会真正的恭敬 我们有恭敬之心 必定能够万法 接在平等恭敬 我们能以恭敬之心 自然而然 我们身体倒露皮脂 形成一个最好的摧产树 如同一份积极 无师 奉献的心 我们有这份的心念 相对的我们的内在里面 无求品之高 无欲折刚 达到内心自然的安静 所以这个静心 就是我们所有人们所寻找 最重要的冥想了 所以整个静心 都来自于对人的恭敬 人与人当中 从我们万事万物当中 生罗 万象 全部都是要让我们学习恭敬 有恭敬之心 内在必得安静 有安静 必定能够 因为清静 内在 自然而然地 达到我们雪青树的平衡 人类的边缘系统 达到最圆满的三大和谐 雪青树 多巴胺 肾上腺素 人类的身体 自然而然就达到 我本健康 我本喜乐 我本圆满了 所以呢 以恭敬 必定能够得到内心的清静 达到最深层的 所谓的 苏万波 就是地球的7.5赫兹 就是来自于安静 达到一切圆满就静 深静 口静 以静了 也祈愿人类都能够真正的呢 以折叠 顺服 关下自己的身体 放下傲慢 以千的圈顺 喜乐圆满 在我们的脸上是真和平 真不失 达到内心的安然 止观了 记住一切的新的满足 我们以十念代表的是 树穷三纪和 树穷 达到三纪 骗紧一切十方 内心的清静 达到专注的戒定慧了 所以 代表觉知觉悟 就是华夏文明 最重要的这个佛制了 只要我们以圣洁成敬 摒除欲望的心 更是心地的无师 心爱敌人 心帮助别人 带人处事 双手合适 达到恭敬万有 达到万朝归放光 行善不实 内心没有保留 跟你大爱的分享 起心都念都在 五眼大尺 重体大悲的布施 白净法的禅定 静心禅定 祷告 了解到内在的富足 外在达到圆满 佛大放光 白净事 白净法 白净 实践在日常生活